二代健保已经过关了 不过呢 卫生署长杨志良 他的去留 目前到底情况如何 马上连线记者王毅杰 好的 昨天晚间呢 立法院通过了 二代健保草案 原本卫生署长杨志良是说 通过了就没有所谓的去留问题 但他回到办公室后呢 随即发布声明闪电请辞 而就在刚刚7点20分左右呢 杨志良来到卫生署上班 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形 好的 杨志良呢 他对记者的提问呢 是不发抑郁 而原本呢 而杨志良今天也没有 像平常一样穿西装 而是穿着非常轻便的卡其外套 而记者也在刚刚呢 有跟杨署长通过电话 问他此刻心情如何 他表示心情好得不得了 也说自己目前正在打包收拾东西 听起来慈意瞬间 杨志良在昨天晚上的声明中提到呢 他请辞最大的理由 是表示因为自己个人的理念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实现 所以必须为这个理念负责 也引述了自己很喜欢的一句佛家语 成怨而来 随缘而去 杨志良表示自己的阶段性任务呢 是已经完成了 也形容自己的离去是裸退 不会再接一官半职 要回老家的农地种竹笋 而原本今天要到立法院报告呢 杨志良也请假了 据传杨志良呢 他其实在上次在体离职的时候呢 就已经打包了部分的私人物品 回物封的老家 以上是县长的最新情形 时间交还给棚内